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说假话 还曾锁3600万天价赔偿 如今连国外网友都知道了这些事情 纷纷指责郑爽一家的三官都有问题 哎 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这件事情啊 大家目前最不理解的是两点 一是郑爽和父母为何斩钉截铁的要放弃孩子 二是张恒为何一定要与死亡破和郑爽死磕 难道真的是呢 孩子做筹码 赖上郑爽一家吗 前情就不回顾了 我们就先整理一下他们的时间线 郑爽和张恒恋情在18年7月首次曝光 4月 张恒便公开承认了恋情 收获了诸多祝福与质疑 12月 两人就被网友爆出一起买房 又有了两人合资开公司的事情 先是买房后是合资 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人是否已经领证 但郑爽母亲疲谣了 期间张恒一直在遭受网络暴力 因郑爽出资2000万与张恒成立公司 张恒被指责为软饭男 爽爸如今已亲自盖装 软饭硬吃 但那时候两人看起来还是同心协力的抵抗留言 不断的向恩爱上热搜 两个人看起来非常甜蜜的爱情 一直持续到参加女儿们的恋爱 参加真人秀了 大家才更加直观的看到两个人的相处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呢 他们俩已经开始有了局语 矛盾来自于两人合伴的公司 出现了财务问题 根据各种线索整理 他们分手的时间 就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头一天 这个时间点就很玄妙了 之后张恒就一直留在了漂亮国 直到两个孩子一岁多了 才突然出来揭露这些秘密 郑家为何要坚定的遗弃孩子 在郑成华公布的判决书 以及他破口大骂张恒的动态中 就可以看出来 郑成华极其的厌恶自己家人 与张恒扯上关系 但判决书里 我们随处可见张恒卑微求爱的痕迹 再联系到郑爽此前 也在综艺里多次表露出自己的强烈控制欲 很难不让人想象到 他有PUA的倾向 某当素人恋爱综艺中 男生给睡着了的女生 披上了自己的衣服 观察嘉宾们纷纷赞扬男生有绅士风格 只有郑爽一人发布了不同意见 这难道不是男生应该做的吗 嘉宾们表示 不能把别人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郑爽反驳 就应该这样培养男生 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 控制欲强的女人 不会愿意一辈子被任何事情捆绑住 这两个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肚子生出来的孩子 他和父母都对之 毫无感情 当然了 在我们正常人的三观里 即便没有感情 也会负担起道义的责任 那毕竟是两个活生生的小生命 即有一半来自于自己 哪怕你是在路边捡到一只小猫小狗 不也想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吗 但郑爽一家考虑到的是 既然已经分了 那么摆脱这两个 可能带来很多麻烦的孩子 才是首要的 道德准则 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效了 郑爽说 在中国他遵纪守法 在国外也遵守国外的法则 确实他没犯法 但却僭越了 道德底线 郑爽如今也是口不择言 骂张衡出轨 多个女人并无证据 提供的证据居然还是明显 对己方不利的判决书 网友之间还流传了多个版本 X病 同性恋 什么千奇百怪的剧本都出来了 说实在的 吃瓜本就很辛苦 网友还得在这些瓜里 鉴别真假 实属让人头疼 但无论出现什么剧本 唯一不能否认的就是 两人共投犯了 代孕的错 以及 郑爽家坚决 遗弃孩子触犯了道德底线 而后者呢 才是大家最想口诛笔伐的 物化女性 漠视生命 这不再是娱乐圈的话题 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层面 请问 你想过要保护那两位 为你孕育孩子的母亲吗 不 你只有一句烦躁的咒骂 打都打不掉了 烦死了 以及郑爽回忆中的 谁家的女儿谁心疼 不 你的女儿你就不心疼啊 张恒的爆料太过劲爆 看起来就像是利用孩子 来要挟郑爽 导致一些网友觉得 郑硬了郑成华 软饭硬吃的说法 张恒离职帮助郑爽创办公司之前 自己也是一个公司副总裁 有人拿他的收入和郑爽去比 他虽然比不过娱乐明星来钱快 但也绝不是可以为两千万跪下的人 郑爽想要创办公司在先 张恒协助并挖来硅谷高级工程师朋友在后 办过企业的人都明白 作为大股东 为公司注入的资金和借款没有任何关系 但一些郑爽粉丝一口咬定 张恒就是没有钱才跟郑爽借钱办公司 甚至认为郑爽是恋爱脑被张恒骗了 问题是这个公司就是郑爽的 张恒不过是帮助实现他的愿望 每月拿一元工资 其中700万用来支付工资 公司运作 郑爽和父母的生活花销等 1000万做理财 300万做股票 都属于公司的正常营运模式 另外还有张恒和父母汇入的资金 都用来维持公司运作了 也就是说投钱进去 赢了算郑爽的 亏了算张恒的 并且还要逃回当初 注资的2000万家利息 这个理到哪里都很难说是公道的 原因只在于郑爽打款的时候 在备注里写了借款 除去钱的事情 孩子的归属从两人分手之时 就已经被郑爽放弃 自己放弃不算 还要求张恒放弃 他为何要与死网破揭发 有接触签证的业内人告知 张恒的旅游签证早已到期 在漂亮国期间 已经续签两次其余期了 他本人可以回来 但回国之后 再想去漂亮国是不可能了 那么孩子怎么办呢 只能当地送领养 无论多有钱 这个环节就是没有办法用钱解决 郑爽父母也多次在录音中提及 要找机构给孩子领养 从此切断孩子与父母的任何联系 可惜郑爽这边不愿意承认孩子 张恒那边却想要留孩子在身边 作为生母的郑爽不签字 张恒作为一个外籍人士 就不能带孩子离开国境回到中国 长期滞留也很危险 一旦被查到 遣送回国不说 孩子依然是被领养的命运 这些就是张恒于死亡婆的理由吧 有很多网友认为 郑爽变成这样 是他母亲从小有目的性的 逼迫郑爽学艺 妄图和郑爽交换人生 郑爽可谓是对母亲又爱又恨 在一起会吵架离开了又想念 但后来母亲也想开了 不再插手郑爽的事业 这个时候 他已经无法割裂 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好的情绪了吗 如果说起初可以因为原生家庭 而原谅郑爽的疯 那么涉及到道德底线方面 已经不仅仅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了 全部甩过原生家庭似乎不妥 郑爽曾说 自己有一个秘密 却被人当成武器伤害他 这条博文早已删除了 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前面关于秘密的事情 只以为是郑爽想玩个田子游戏 所以说他早就有预感自己会被披露 这长大一年多的拉锯之爱无法 获知他内心有多煎熬 竟然还在综艺上说说笑笑 果然一人都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我们也从而理解了 他为何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疯狂直播带货 疯狂制造热点 高价卖便宜货给粉丝 甚至卖山寨大牌 高价卖给粉丝 他不是缺钱 是想趁着炸弹爆炸之前 多搁几茶韭菜 把粉丝的最后一点家底炸干净 最后说一句 虽然人生家庭肯定能够给人带来影响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道德三观上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是